王一博三个月休息三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 乐华晒行程表,立正他单身 最近王一博第一个季度 从1月到3月的行程被乐华晒出 这三个月他只休息了三天,还是抽了路眼的空档 在路上休息的,每天工作平均11个小时 粉丝一边心疼偶像,一边骂经纪公司不做人 这简直就是哪一人当老黄牛 而乐华晒出这份行程单 也是为了立正王一博是单身,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 其实王一博工作量超标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很久 从2019年走红之后,他的工作量就相当大 之后为了乐华能成功上市 他这个小股东非常卖命,造成他的脸经常水肿 颜值忽高忽低,身体也经常有小毛病 可以说王一博是工作量最多的明星了 还有当年嘉行上市前养力的分泛 不过还是要注意身体 王一博这为了工作如此拼命的状态也是让人喊言 之前网上有人造谣过王一博的恋情 乐华也非常反感,毕竟像王一博现在的情况 适不适合谈恋爱的,不能成为下一个陆寒 而且现在带拍,狗仔还有私生粉跟得太紧了 根本没有时间去谈恋爱 就像张一博曾经在节目上诉苦 自己不懂爱也没办法恋爱 就算遇到一个喜欢的女生,真的挺想发展一下 却没有一点时间去和他相处,只能白白错过了 感到非常的无奈 王一博爱好比较广泛,比如骑摩托车,滑板之类 最近又迷上高尔夫,好像他对服装设计也很感兴趣 不过现在这些都不如电影重要 目前王一博还是忙着拍戏和接待言 乐华目前只有他这一棵摇权树,自然什么好工作 都马上推给他,现在范晨晨已经合约到期不续 自己登各体户去了,王一博个人的闯伤 几乎占了全公司的七成以上,真是老模典范 乐华虽然由于股东给力,手上的影视资源还可以 商务也能接不少,但是其他方面挺一般 特别是公关这方面,实在差一点意思 王一博莫名被卷入了舆论纷争之中 公司的团队作为都不大,回应没有产生很好的效果 王一博的粉丝大都是95后网上舆论这一块 还是要注重的,其实投资方选中了一阳千玺和王一博 正是看中他们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 认为将来可以带动票房 王一博被称为娱乐圈躺僧 他的八卦传闻挺多的 涉及到了圈外百富美,哭咖小爱豆,八五花姐姐等 由于个人流量太大,连不是粉丝的网友都听说过 不过一点实锤都没有,由于鼎流男爱豆,如果恋爱 肯定会掉粉,与女鼎流的粉丝不同 女鼎流如果找一个好姐夫,粉丝还欢欣鼓舞 男鼎流太多女友粉,也不会公开恋爱 王一博单身很多年了,走婚后是没有谈过的 乐华怕她谈恋爱,连她的助理都找了男的 一只母蚊子飞过都要拍死 目前王一博的几部电影还准备上映 这些电影的票房对她未来的发展挺重要的 而她之所以这么顺利进入电影圈 主要是流量非常高,粉丝基础大又都是节舞后居多 可以贡献相当一部分票房 资本在一阳千许身上吃到了红利 虽然对顶流拍电影挺欢迎的王一博在电影圈发展 确实比电视剧市场更有利 因为经电影院看电影的年轻人 确实比中年人要多 而中年人更喜欢电视剧 她的演技方面能不能得到认可 如果能拿一个有含金量的奖 就算是彻底稳住了 或许就不用这么累 乐华就算是有了一个金字招牌 还可以跟着去投资电影分红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